代表教宗方制國的馬鬥祖皮書記 在莫斯科繼續進行梵蒂岡第二階段的和平任務 祖皮書記的兩日行程 第一天與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顧問會晤 並討論了烏克蘭的狀況 俄羅斯國際文傳電信社報導 俄羅斯欣賞教宗為烏克蘭局勢尋求解決方法的努力 祖皮書記在莫斯科的第二日行程 會見了俄羅斯兒童權利專員 討論到被顯送到俄國的1萬9千名烏克蘭兒童的問題 下午 舒基拜會了俄羅斯政教會的主教長基利爾·舒基 他對梵蒂岡的幫助表示感謝 他們的對話焦點是兩個教會如何為和平與正義攜手合作 他們也談到需要團結全世界所有的力量阻止重大武裝衝突發生 這個呼應了在去年俄烏戰事爆發後一個月 教宗同手舉行視像會議所分享的說話 莫斯科外間教會關係部主席 俄羅科·拉姆斯克的安多尼都主教也出席了會面 這是俄烏中突爆發以來 教宗的代表首次與俄羅斯政教會的元首會面 會面過後 祖皮書記在莫斯科由持有會視目仰的天主之舞座堂 舉行了感恩制 並問候了當地的天主教社群 我們請到此次至於 阿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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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